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这次嘉宾是邀请来Jason 和我们总结一下中国股市走势 Jason 你好 Jason 先和你看看内地股市收市的表现 今天上证指数收报在3089点 是升4点上来 深淨城只升18点 收报在10750点 至于护心300指数 收报在3341点 是升5点 创业板指数升6点 收报在2174点 至于看整个内地股市方面 的成交就已经缩小了 会不会都反映市况呢 现在的投资气氛 比较是转弱一些 是 这一排市 无论是内地的A股也好 或者港股也好 都是一个叫做整固格局为主 当然你说之前那阵 升浪升得比较多上来 都是炒一个深港通的因素 但既然你说这个事件落实了 到目前来说 又没有什么比较新的催化劑 令到市场上比较缺乏的方向 所以你看回那个指数 上到去现在 好像你说上证方面 之前都去到就是3200 但都叫做是停步了 上证方面去到就是3100 这些位置 你说恒指这边 也是上到23000 又似乎是顶住了 你说在这个整固的期间 成交额有些缩减 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不是说需要太担心 去到这个星期 都是那些因素要留意 包括就说一些内人股 一些保险股那些业绩 去到今天和明天 都有些石油股 就会出个业绩 这方面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也是要留意 内地方面的债市的情况 之前都见到 就是十年期国债的息率 就跌到只有2.6多厘 这个比较低的位置 之前的债息跌的时候 就令到很多资金 都是去到股市那里 就希望寻求一些更加高收益的资产 但是看回这两天 那个债息又开始升上来 如果你说是整个资金 留有一些转变的话 债息这一阵升上 亦都可能令到部分的股市资金 就重新去到债券市场上 令到内地A股 就似乎短期里面 向上突破的动力就减弱了 那你看回现在 港股这边 都留意到之前 下去大概十天线 22,800 都叫做是有个比较强的支持 昨天来说就是 就是看回到22,800 就即时是顶一顶住 接着去到收市的时候 都是去回到全日的高位收 那今天同样地都见到 恒指落到22,850点 都是跌不穿的 如果你说 未来的十天线都能够受得住的话 那我相信这一阵升浪 都未叫做有个很明显的改变 明白 那港股方面 我们讲讲 那些业绩公布了的股份 包括就是雅居落 看到今天的股价 现在急插入是一成 去到4.47 今天曾经是创过一年新高5.1 然后见到那支大阴族 都挺令人心惊 下午之后见到内房股 普遍是受捱沽的 当然雅居落自己 因为业绩不对版 所以被大行长谈 Jason 那份业绩是否做得比较差一点 这个内房股最大的业绩的问题 就是看回它的毛利率来说 都是有个明显的大跌 还有看回见到业绩出了来 大家都关注一下 究竟一些楼盘 特别都比较着重三四线城市那些项目 去到下半年来说 会不会进一步转弱呢 还有都看回 今次上半年的业绩 出到来方面的盈利 就只是占很多大行 对于全年目标的大约是三成多 那这个是多值得担心的 因为今年上半年都属于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旺季 有很多其他的内房公司 那个合约销售 或者整体的业绩方面出到来 都是挺理想的 但如果你看回雅居落 中期的盈利都要跌成三成多 你比较之前的万科 说的是恒大 甚至乎你说中海外 这几只都有增长的时候 就很明显看到的差别是相当之大 刚刚都提过了 你说这次出的业绩差的原因 就是来自毛利率方面的影响 去到下半年都见到有很多一二线城市 都说面临新一轮的调控政策 特别是二线城市 南京、武汉等等 接下来限求限泰令 又可能会重新推出 那会不会令到本身 即已经是比较弱的亚居落 去到下半年就会继续受累 这些政策拖累 令到业绩方面是会更加差 所以如果你说今次 即是叫做在同业 一般都出得不错的业绩的情况下 他都不能够交份 叫做量力的成绩表 那我都相信那些基金 现在你说要选去买 都一定不会选这只 所以亚居落暂时来说 我对他的看法 都是比较负面一点 嗯 好啊 那我刚才都说了内防板块 Jason你觉得下半年 或者短期来说 会不会都面临某一个调控的危机 所以令到整个板块都会影响 是的 整个板块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真的升得比较多 特别就是一些叫基本面 比较好的 例如就是688 1109 万科 恒大 都是在今年里面 升得相当之厉害上来 但是去到现在这个水平 就好像刚刚都提过了 针对一些二线城市 很多那些房价 那些案件的升幅 都有成是两三成以上的 而且如果你说 既是环比来说 最近这几个月 亦都是见到二线城市 那个房价的升幅 更加是高 过一些一线城市的 所以最近很多内地的媒体 都有些传闻 就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 或者中央那边 都开始部署新一轮的一些调控 包括对于可能一些发展商 要买地来说 就要限制一些借贷活动 对于卖楼方面 亦都是针对一些可能 叫做第二套房的 那个首付比例 有机会调高 或者到第三套房 甚至乎不再去到借钱 那这些因素都有机会 令到一些二线城市 去到下半年整体房地产的销售 就未必说会可以 保持到一个这么强的表现 对于一些内房股整体来说 都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压力 另外再看看 公布了业绩的蓝筹股 就是旺旺 旺旺在公布业绩之前 其实大行方面 看得不太好 包括瑞信 他又鼓励他中期盈利会跌5% 结果旺旺出来了 有个盈利是微升的情况 还有都见到 上半年来说 旺旺牛奶都做得收益不错 上半年的毛利率都不错 是有个上升的情况 不过旺旺牛奶的收益 就大跌17% Jason之前 其实旺旺出了业绩都不太好 这一次的业绩 会不会都帮他们平反 这个业绩 我自己觉得都是一般的 如果你纯粹看了毛利率 当然今次 岸年方面 就升了五点几个百分点 去到47.8% 这个水平 算是一个亮点来的 但是你说毛利率 升的原因 就不是说那些产品 特别好买 不是说那些产品 就有个很强的提价能力 反而就是因为 本身在原材料的成本上面 继续都是有个下降的趋势 或者说很多奶粉等等的原料价 都在上半年有个下跌 变相就令到成本就好像叫做降低了 带动到毛利率就升了上来 但是公司的管理层都认为 本身毛利率方面 集团都不会说有个很特别的追求 就是他们都可能觉得 今次一个叫做比较特殊的因素 令到毛利率升上来 去到未来的时间 未必能够可以长期维持得到 最重要就是一些 一些比较核心的产品销售 例如刚刚都提过 那些乳品的业务 或者说黄仔牛奶 这些比较重点的产品 今次的收入表现 都是相当之差的 说黄仔牛奶的收入 按年要跌成17% 基本上都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差的表现 要留意的话 如果黄仔牛奶的销售是倒退 意味着可能现在内地的消费者 在选择一些牛奶的时候 那个选择 就会换去其他的品牌 或者他们都可能要求喝一些 纯牛奶 又或者酸奶为主 就未必说要喝这些风味牛奶 那当你说消费者的习惯改变了的时候 短期之内能不能够可以吸纳他们的消费呢 能不能够在市占率上 都还可以有一个挽回的情况呢 那这方面我是有些保留的 所以看回旺河今次份业绩呢 我自己的看法都不是说太过乐观 所以你见到他刚才的股价曾经抽高一段 最高去到5.1之后呢 都见到股价立即是跌下来的 那我都相信整个下跌浪呢 到目前这一刻来说呢 都未算是可以有个明显的扭转 嗯 好啊 明白 都见到恒指收市是偏远的 向下跌41点 收报在22,956点 国企指数方面呢 是跌32点 收报在9570点 但市成交继续萎缩到586亿多 Jason 我们刚才说的股份 请问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